明老师怎么观察现在 这个美中跟拜习的攻防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还看大一点点 也就是说 就算了刚才正好说的 拜登最近接受的CNN采访的 他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他的确谈了一些问题 不过也有些问题没有谈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说了什么 大概第一呢 他们谈了三大块 第一大块是乌克兰问题 第二大块是瑞典进北约的问题 第三块就是跟中共的问题 刚才正好有些谈了 我就尽量不重复 先谈乌克兰的部分 乌克兰的部分呢 大概他们这个拜登说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给这急速弹药的问题 这个当然现在国际媒体也好 然后台湾媒体也看到了说 他有点泄露国家机密 是真的有点这样 因为他可能要辩护他这个决定 因为他决定要把急速弹药 送给乌克兰 拜登自己承认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是有必要 为什么艰难呢 第一俄国用过 第二呢 乌克兰弹药即将用尽 第三呢 美国的库存下降 如果是真话 如果是真话的话 那么这两句 后面两句话 就乌克兰弹药用尽 跟美国库存下降 坦白说有点泄密的这个味道 不过你因为他是辩护嘛 所以你看要去追究他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 他会说这话 或者做这件事情来 应该这样看 第一呢 美国希望快点结束战争 这个战争打到现在快一年半了 一年五个月左右 所以大家看到问题 其实看到什么呢 应该这样说 即便美国这边 即便是美国跟北约各国 帮助乌克兰 打得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我们注意到 其实呢 美国跟欧洲各国呢 已经觉得相当吃力了 第一 经济上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 因为你花这么大力气 你等于说 因为美国会这样看啊 他如果叫我来打 他早就打完了 但是我帮助一个比较弱的家伙 跟一个比较强的打 那帮的力量比较大得多 比我自己用的力量 可能还要再大 也就我去打呢 可能不需要用那么大力 但是要帮助一个比较弱的 去打呢 要用更大力量 所以我的经济被拖了 其实欧洲各国经济呢 也被拖下来了 第二军火 我们当时就讲 你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消耗法 你要这样打 打到最后呢 大家其实都打不下去 所以我明天到晚看见 西方媒体讲 啊你看俄罗斯把二战军火 都拿出来打 这可能是真的 但你怎么知道 美国方面 他们也没有拿二战军火出来打呢 因为打到后面 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样子 我们大概在差不多 一个多月前 我们就公开讲过 美国跟欧洲各国呢 即便他们打的是比较战伤风的 但也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从拜登的角度来看 俄国打不下去了 即便没有宣称他战败 但打不下去 所以美国跟欧洲盟国想的是 我怎么结束战争 这结束战争我们过去讲过 结束战争并不代表乌克兰完全战胜 结束战争呢 最低只是停火 好一点点是停战 那么再好就是和平条约 我们估计大概走不到 目前情况走不到和平条约 除非后面有什么决定性的 这个战局出现 比较可能呢 一个是停火 一个是停战 好 那现在就是 美国或说拜登上 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意思是 俄国已经打败了 问题是我们怎么结束 我们看整个情势 大家从去年2月份看到现在 前面一年多呢 请各位回想一下 基本上是俄罗斯进攻 然后乌克兰防守 现在是乌克兰进攻 俄罗斯防守 所以从俄攻巫守 转成乌攻恶守 这的确是一个180度的转变 从战场上来看 从外交形势来看 这的确是一个转变 但这个转变并不代表说 我们刚刚讲了 对乌克兰是完全有利的 因为乌克兰的进攻 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有些地方呢 并没有突破性的进战 对于美国跟欧洲各国来说 他们现在慢慢看见了 中共的威胁跟中共的压力 他们也认识到 如果我们长期 耗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话 那么对于中共的那边呢 我们的应对力量是不够的 大概现在有些美国人 跟有些欧洲人看懂了 中共一直想延长战争 为什么 这是下次对上次的做法 我用一场乌克兰战争 用一个乌克兰 用一个俄罗斯就绑中了 美国跟欧洲各国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交易 所以我希望战争延续下去 那么现在美国他们看懂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转向 因为中国威胁更大 所以这是第一点呢 你说中国急速弹药呢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第二点 乌克兰进北约的问题 那现在很能够谈 我说不太可能 因为最简单的理由就是 北约的第五条 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 一个这个成员国被打的话呢 试同全体被打 那大家经过出张之后呢 大家要帮助他的 现在乌克兰呢 还没有进北约 大家在帮忙了 但是呢 不需要到出兵的地步 这是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乌克兰进来的话 那就等于北约告诉大家 我们要为乌克兰出兵 我们要为了乌克兰出兵 然后去跟俄罗斯打仗 我们要跟一个 拥有核武的大国打仗 这对美国的战略来说呢 大概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 他其实上个礼拜就说过 他说我们觉得不太合适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不恰当 因为在战争期间 那我们不希望跟俄罗斯交战 他讲得很明确了 但是呢 你仔细看到的话呢 你就会读出另外一点意思来 乌克兰未来一定可以加入北约 因为他讲了 我们必须为乌克兰制定一条 合理路径 让其有资格加入北约 那只是时间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安排 好 所以 现在不行 但将来一定可以 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 除了刚刚讲战争原因之外 那拜托说 乌克兰条件不足够 譬如说 包括民主化等问题 那么意思就是 他对乌克兰的民主的程度呢 他心里是有谱的 因为参加北约这些国家呢 第一你这个 我们要有共同的安全概念 第二我们要有共同的这个 或至少共同的潜在敌人 然后第三呢 我们要大概每个国家都要提供到 2%的GDP的军费 然后什么 还有其他条件 这其他条件 包括你的政治成熟度 跟民主化程度 所以乌克兰这个情况呢 还是不够的 拜登明确讲了 他也说 我不会给他一条容易的路 他必须符合标准 也就是他至少拿这几点 来挡住乌克兰 现在参加北约的 这么一个门槛 好 那么是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最后一点他要讲 虽然你现在不能进来 我告诉过泽伦斯基 在战争期间 美国会继续为乌克兰 提供安全跟武器 提供武器不是问题的 什么叫提供安全 提供安全就是 几乎我保证你不会被消灭 你这话讲到底 就是这样 除非他将来食言而肥 那么也就是 现在在这个拜登心里面 那么也在欧洲主要国家心里面 我们必须打败俄国 德国讲过这个话 英国讲过这个话 法国是没有讲过 波兰讲过这个话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打败俄国 不把他打到手段脚段的话 他可能会再次发动战争 他如果再发动战争的话 那可能我们要面临的 就是下一个希特勒 或下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瑞典加入北约问题 在我们准备的时候 这件事情还没定案 现在上节目上 这件事情刚刚定案 因为中午出门前 我都看到 土耳其总统 跟这个瑞典的总理 握了手 然后中间站的人很高兴 多腾伯格站的人很高兴 说土耳其同意瑞典 加入北约了 所以即便是强大 如美国这个世界警察 他也得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 然后想办法说服那些主力方 也要让那些主党的国家 他觉得说我心里过得去 当然这些主党国家 他未必说不同意 他只是拿这东西当一个话题 我跟美国要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世界警察 他也必须考虑 我怎么样平衡各方的关系 我是没办法提出这个为所欲为 但是我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 我提供公共财 这个公共财就是国际秩序 那现在大家都接受到国际秩序 同时呢 我就可以去处理那些挑战者 譬如说第三个部分 美中关系 那么那个主持人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而其实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耶路大学文学 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学者 我们原来以为他是印度裔 其实没有毕业前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了 他是印度裔 当时我们一直以为 他会去这个 成层层大学教书 就他没有去 他进了新闻界 这件事情我们非常惊讶 因为像他这种人不太多 因为通常这种人就进去教书了 所以他问的问题 我们原来以为非常锋利 但后来我仔细看不够锋利 为什么不够锋利 我等会再说 但他对美中关系部分 各位看到刚才的影片 他是讲得不错 我们现在这个他继续加根子 然后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这样两国相互继续 搞这么长时间 你认为两国关系会有一个稳定的点吗 拜登说会有 拜登讲话非常有技巧 这个原来我们觉得拜登好像年纪大了 你仔细看他这次访谈了 二三十分钟 他的讲话虽然有些顿挫 但整体来说思路非常清楚 口齿非常清楚 对不对 他讲话有的时候 我想一想 然后他修饰一下之后 出来那词汇非常好 他说有可能 他说中国是一个有权力的国家 但他有大问题 他先说好话在前面 他说但有大问题 他说我跟他讲过 世界改变了 但你中共也改变了 然后他话分为讲 他说美国建国是一个原则的 我们追求人生而平等 追求自由民主 这话讲得非常含蓄 意思就是你在搞集权 你在搞扩张 所以这个跟这个我们的原则 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不是威胁你 我是提醒你 你不是讲说 你们中国高度依赖 美国跟欧洲 跟美国跟欧洲的贸易吗 我要提醒你 俄国打乌克兰之后 美国有600家公司 离开了俄国 我不是威胁你 我只提醒你 就告诉你说 他真的是威胁 但是呢 要这样看 你说拜登想脱钩吗 我们从一早开始就讲 拜登不想脱钩 习近平更不想脱钩 因为拜登跟习近平 或者说美国跟中共 从2001年之前 他进入世贸之前 双方经贸 已经相当程度的互赖 到2002年 中共进入到WTO的 双方经贸互赖 关系更深 如果脱钩的话 对两边都跑 如果真正脱钩的话 那美国经济可能要再往下走 他今年年纪选举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看到 布林肯 叶伦先后访问大陆 其实就告诉你 我不想脱钩 但是呢 我得把话说清楚 拜登当时会讲了 我要求日本 增加军费了 要求日本跟南韩 改善关系 强化四方会谈等等 这件事情 习近平关切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不是要包围你 我是要维护 现存的规则 跟现有国际秩序 我们反复 就在这节目上提醒大家 美国认为中共 调整国际秩序 这句话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但请各位注意 台湾的大小粉红们 很少讲这句话 那么也就是 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也就是没有完全看懂 美国对中共 为什么这么生气 而中共为什么这么不理解 美国为什么这么生气 对欧美国家来说 秩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秩序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安身立命 我们能够好好相处 我们能够过正常日子 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共财 那么你要去挑战可以 你进到我们的体系来 用大家接受的游戏规则来改变 那没有问题 比如说你能够弄很多国家 来投票来顺利通过 那可以 但是如果说 你要用变相的方式 压迫的方式 或者说渗透 然后在里面扭曲方式 那我们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套公共财 坦白上 美国其实也这么说了 不但对我好 对你也好 叶伦就这么说话了 所以拜登说 中共是同意了这个记者问的 他是想取代美国 想当世界霸主 他要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他要军事强大 要改写国际规则 但他说他不是要透过战争 这句话 我觉得拜登说错了 习近平怎么不想领土扩张呢 习近平在南海已经扩张领土了 而且你自己知道的 你也说过几次了 为什么说不想扩张领土呢 那习近平对台湾或者中共对台湾到底采取什么态度呢 这地方你为什么没有问呢 你为什么只是讲了什么国际空域什么等等 而且更何况 中共在讲国际空域的时候 他在想到什么 他想的不是他那一块 他想的是至少是台海这一块 而台海的国际空域如果抓在中共手上的话 各位想想看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他们谈到三个问题 但我讲谈到的问题固然很重要 没有谈到的问题更重要 有两个问题没有谈到 第一 俄罗斯的动向 第二 中共如果打台湾的话 威胁台湾的话 你到底美国怎么反应 俄罗斯的动向我觉得是这样 我猜 因为Zakaria就这个记者 虽然锋利 但是他大概是 他自己也讲了 我比较支持你 也就是我比较挺你不须 也就是他们事前应该讲好了 有些问题我不问 哪些问题不方便问 你告诉我 好 那我就不问你 照理说Zakaria这么锋利的人 他应该问到这个 俄罗斯现在看起来要打败了 然后他证据要怎么走向 普京要怎么动向 你怎么看 然后你有什么安排 你有什么准备 然后瓦格纳兵兵你怎么看 那时候还不知道说 普京接近普里格金呢 那如果说他们中间有什么变化 你怎么办 这些这么锋利的问题呢 Zakaria应该问 还是没有问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布林肯去北京固然画了红线 但是你拜登也多次讲说 如果中共打台湾 那我会怎么样 是 这两天气氛好一点点 但是你在谈通盘问题的时候 Zakaria应该要问到 如果在发生上什么什么事情 比如说见到麦卡锡了 然后中共又怎么样 然后这个 培洛西来台湾了 然后又怎么样的时候 那你拜登要怎么做 Zakaria应该问的问题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采访 但是两岸最终问题没有问 我觉得非常可惜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再见 好